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福发球直接得分 15比15 高福正拍大斜线 张帅跑动中正拍直线 30比30 张帅三度拿到破发点 帅先破发 2比0领先 第一盘第三局 张帅开局就送出双雾 张帅面临两个破发点 虽然追回一个 最终还是被对手回破 第一盘第四局 高福反拍延续出现失误 0比30 高福一记Ace 止住颓势 高福发球后上网 截击下网 张帅40比15拿到两个破发点 张帅正拍机会球打丢了 高福连得3分拿到局点 张帅正手变现再度15 高福惊险爆发 2比2 第一盘第五局 张帅发球连得2分 高福相持拿到1分 张帅没给对手更多机会 再得2分 成功爆发 3比2 第一盘第六局 高福发球双雾 0比15 张帅相持中 反拍变直线 30比0 高福外角Ace 15比30 张帅正手变现出界 30比30 高福发球得分 40比30拿到局点 张帅回球下网 高福成功爆发 3比3 第一盘第七局 张帅40比30拿到局点的情况下 连丢2分 高福拿到破发点 张帅上网回球竟然打到高福手里了 反被高福反拍 实现打穿防守 高福再次实现破发 4比3领先 第一盘第八局 15比15后 张帅连得3分 光速回破 4比4 第一盘关键的第九局 张帅回球质量很高 不断左右调动对手 15比15 连得3分 强势爆发 5比4领先 第一盘第十局 高福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张帅揭发球太深挤压了高福的回球空间 高福打飞了 张帅揭发球出界 15比15 张帅反拍直线出界 15比30 张帅压住高福的正守卫大角度 高福回球下网 30比30 高福再次通过发球直接得分 40比30拿到局点 高福二发再得1分 成功爆发 5比5 第一盘第十一局 张帅反手大斜线出变线 30比40 面临一个破发点 张帅一发不进 2发质量一般 相持出底线 高福再次形成破发 6比5领先 张帅明显这局有点着急了 15片多 第一盘第十二局 高福手握两个盘点 虽然张帅顽强追回一分 高福还是相持中 反手变直线得分 拿下最后一局 从而以7比5赢下首盘 张帅整体发挥不比高福差 只是在几个关键球 未能把握住机会 后两局有点急躁 15较多 还是应该放平心态 一分一分咬住 第二盘第一局 还是张帅发球 张帅40比15拿到局点 一发不进 2发高福揭发球出底线 张帅成功爆发 1比0 第二盘第二局 高福30比0开局 高福二季双雾 张帅连得三分拿到破发点 张帅放短被高福化解 高福拿到局点 张帅成功化解 高福两个局点 高福一季外角Ace 第三次拿到局点 最终高福成功爆发 1比1 第二盘第三局 张帅上一局未能拿下 有点影响情绪 张帅上网扣球竟然出界了 在相持拿下 酣畅淋漓的一分后 张帅大吼一声 张帅虽然40比15被追平 最后还是稳住心态 连得2分 成功爆发 2比1 第二盘第四局 高福直落4分 强势爆发 2比2 第二盘第五局 张帅连丢两个局点 特别是送给对手一个双雾 在错失4个局点后 张帅回球下网 高福反而拿到破发点 张帅反拍直线制胜分 挽救一个破发点 双方多拍相持 张帅反拍下网 高福再度拿到破发点 张帅紧盯对手的正守卫 高福回球出底线 双方再度评分 张帅这一段时间一发成功率太低 打得很辛苦 幸好张帅相持比较稳定 如愿爆发 3比2领先 第二盘第六局 高福连续打出2季高难度的制胜分 随着高福一季A4球 高福40比15拿到局点 高福关键时候送出双雾 40比40 张帅未能把握住机会 高福再度爆发 3比3 第二盘第七局 张帅发球状态回升 A4球 发球直接得分 连下4分 强势爆发 4比3领先 第二盘第八局 高福再次送出双雾 张帅30比0开局 并且40比15 手握两个破发点 终于在第二个破发点 张帅成功破发 5比3领先 第二盘第九局 张帅的发球胜盘局 面对近在眼前的胜利 张帅发狠了 可惜效果不佳 连续出现失误 被对手拿到两个破发点 在40比40的情况下 张帅送出双雾 张帅连得2分 拿到盘点 张帅一发又是不进 反手相持回球出了底线 再度评分 高福一波3比0 神奇破发 将比分追到4比5 第二盘第十局 高福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15比15时 高福再次发球双雾 高福连续两个发球 直接得分 40比30拿到局点 高福一记内脚压线得分ACE球 强势爆发 将比分追到5比5 张帅错失大好局面 希望他能尽快稳定心神 第二盘第十一局 张帅显然还是受到上两局失利的影响 连丢4分 惨遭破发 高福则是连赢三局 6比5反超比分 胜利竟在眼前 场上风云突变 第二盘第十二局 张帅非破不可的一局 张帅上网再犯低级失误 自己都忍不住捂住耳朵 不愿听到高福主场球迷的欢呼声 高福回送一记双雾 高福一记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40比30拿到赛点 随着张帅反手回球下网 高福成功爆发 第二盘以7比5获胜 最终高福以大比分2比0战胜张帅 挺进眉王女单八强 张帅这场比赛放短上网 总是被对手化解 很难拿分 一方面是放短质量不高 另一方面是高福脚下一动确实很快 双方整体实力差不多 但张帅在发球方面逊色不少 关键时刻缺少一锤定音的办法 张帅女单的比赛结束了 期待她在女双的表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